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 每次出庭都以我无罪作为答辩开场白 高院更衣审宣判 马英九无罪定言 被告跟黄世民之间并没有共犯关系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跟黄世民之间有所谋意 因此黄世民所为的跟被告所为不能相互混淆 2013年马英九被控泄露 柯建民和王津平司法官说案秘密侦查内容 在政坛引爆马王政争 一审认为马英九行使院计调解权无罪 但二审法官认定未涉及院计纷争 马英九执法犯法改判四个月徒刑 最高法院今年发回更审 指出马英九是被告之不算共犯 全案无罪确定 法院滥群护航 宪法碑歌弃血 宪法门修 他可以任意之意 介入司法个案 从事政治操作 做政治斗争 这个不是富翁 什么才是富翁 本来没有什么政争 没有 依然还是一样 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疼惜 对于判决结果 王金平轻描淡写 没有政争 而马英九本人 没有亲自听判 只透过办公室回应 马英九卸任后 官司缠身 卸命案经过两年多缠送 再生日前夕 获判无罪 不过接下来还有更大条的三中案 国发院弊案 富邦营 合并北市营等司法案件 等着他去面对 环运新闻 陈欣燕张正豪 台北报导 戴美国大规判 th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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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